美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小雪 大家好 我是美姿连的Elly 今天呢又邀请到我们的Elly市长 然后呢今天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也是说院长特别擅长鼻胸腹这块嘛 然后鼻胸腹的时候 其实鼻头是往往大家比较困扰的 因为弧度上面的话 多多少少有个选择嘛 就是骑射点和高度方面的 但是鼻头的话就是 我知道的就是耳朗鼓 然后除了耳朗鼓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们可以选择的 因为我们耳朵其实就两个 左边右边用了等我到第三次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像 小雪说的一样 因为我们可能做鼻子的话 它最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做我们的鼻尖 因为鼻梁呢就是我们 根据你自己的形态给你 塑个形把甲铁放进去就可以 但是鼻尖呢就是说 还要给它增加材料 然后还要给它磨一下 就是给它塑形 所以呢这个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像可能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话 就是用自己的耳朗鼓 可能听的也最多 然后了解的也最多一些 然后像鼻尖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用三个材料来进行 一个呢就是用自己的鼻中的软骨 就是在我们鼻子里面的自己的软骨 然后还有就是耳朗鼓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内软骨 然后还有一种材料就是一体内软骨 一体内软骨 对就是这样说下来 那是捐赠的吗 对就是也是捐赠的软骨 也是一体内软骨 对就是这样算下来的话 有四种软骨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这四种软骨呢 就是用的情况不一样 可能我们第一次做鼻子 做出鼻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用自己的鼻中隔软骨 加上自己的耳软骨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但是呢修复的话 我们的鼻中隔软骨跟耳软骨呢 可能它俩的就是坚硬度 就是会比较差一些 支撑力会比较弱一些 就是我的鼻子就是说 其实我本来用的鼻中隔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 就是把我的鼻中给 对因为你已经用过一次了 它的力 它就是支撑力会比较差一些 嗯嗯 然后就是支撑力会比较差一些 然后修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找一个坚硬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材料 那这个最好的材料呢 就是用自己的内软骨 因为像刚才说过 像一体内软骨呢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一体内软骨 毕竟不是我自己身上的东西 嗯 对所以做完手术以后呢 它吸收率会比较高 那确实是排泄 可能也不过自己的 对 因为就是发生吸收的话 它可能鼻间呢就没有那么翘了 嗯 对可能后续还要重新做一下考虑 嗯 然后鼻间的材料呢 就是可以用这四个来进行 但是也偶尔有那种情况呢 假如说就是我本身的皮肤呢特别薄 嗯 但是呢我的鼻间呢还要就是做得再翘一些高一些 对对对 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只用内软骨做完以后呢 可能我们鼻间那个软骨的形态呢就会显得特别明显一些 嗯 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用其他材料来增加一下这个皮肤的厚度 嗯 然后像我们医院来说的话就是有这种头皮筋膜 然后用那种捐赠的人工筋膜 嗯 然后还有就是用自己的肋软骨筋膜 嗯 哦 对 筋膜就已经分三种了 对 特别的里面就是有头皮也可以选择 头皮也可以 好 就是在这边给你切 啊 对 就是在头皮里面给你就是切开头皮然后里面取出来 但是像这种情况呢就不是 就是做那个肋软骨的情况 嗯 对因为做肋软骨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可以用自己筋膜层 嗯 对就是肋软骨的筋膜 对就可以一起去 对就可以一起去 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我们做鼻间高度已经很够了 嗯 就是只增加一下皮肤就可以 嗯 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用就是人工真皮 或者是用头皮筋膜这样进行 嗯 其实材料里面还真是好多种 嗯 对很多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就是如果是和大家选择自己的就是直接一起去的 对就是 我听着这方面 嗯 对你皮肤要是薄的话 嗯 可能院长咨询的时候呢也会根据给你设计 然后他会告诉你需不需要做 对 薄的话确实是会比较担心的 因为本身的鼻头肉就没有那么多 对 然后你放上来之后就会比较担心它会不会太尖或者是 嗯 嗯 而且呢 像这种鼻子呢你恢复的时间越长 它皮肤变薄的可能性呢就会越大一些 嗯 对 所以本身 鼻头肉不是特别多的顾客呢可能做完以后过一段时间的话 他可能就是要需要再做一下这种真皮的手术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市长今天了解了好多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话题就先聊到这里了 好的 拜拜